就是願意發揮自己的才能 讓自己發光 讓周圍的人幸福 尋找感動的力量 第二屆台灣真英雄評選出爐 他們的足跡遍及了台灣各地的偏鄉 甚至遠到非洲 還有北極圈 那可以看到台灣人的愛心 還有這個故事在各地上演 真的讓人非常感動 可以看到他們的生命力和創造力 真的無窮 真英雄評審團 包括前副總統陳建仁 前直報選手馮盛賢 世界展望會會長李少林 藝人吳鳳等十五位 跨產業媒體跟學術界的評審 在激烈討論後 謹慎以書面評分 十二位台灣真英雄脫穎而出 千里步道協會 身體力行保護山林步道 避免工程對環境破壞 是永續發展的真英雄 在土耳其百年強震 前進災區的消防署特種搜救隊 則是扇刑易舉的真英雄 而桌球教父莊智淵 一身奉獻給桌球 十七歲征戰到四十三歲 讓世界認識台灣 我覺得其實台灣人有個非常好的特質 是我們看到很多的問題 我們都很願意一起來改變這個社會 本屆台灣真英雄 扇刑易舉類獲選的包括打造愛滋關懷之家的 楊潔瑜 消防署特種搜救隊員 沈凡傑涉險穿梭山林守護電力的高山保鮮園 以及替南迴偏鄉醫療奉獻的醫師 渡行台灣之光真英雄 是桌球教父莊智淵 以及推廣Chicken運動 激勵人心的千萬訂閱Rootuber 吳祺宣 社會創新真英雄 则是推廣無農藥農業的柯智域 和打造鳳茶行動App的黃偉成 消除貧窮減緩氣候變遷的永續精神 真英雄有千里步道協會 環保律師文魯斌 畢生鑽研治水的教授 現代大禹丁澈氏 以及協助移工融入台灣社會的 One Forty創辦人陳凱翔 我想台灣真英雄一個 他所作所為 應該是真的從他的心出發 然後對社會是完全有貢獻的 他很有影響力 然後我特別會讚賞跟尊重 尊敬這些個人 因為他的資源有限 可是他為了他的理想 他為了他的理念 他願意奉獻全部 台灣真英雄選拔 收到162件報名 參賽者最長83歲 最小14歲 接下來三立新聞團隊 將會逐一訪查報導 帶觀眾更深入了解 這些溫暖台灣的力量 12月21號舉辦頒獎典禮 感謝默默耕耘的 台灣真英雄 三立新聞蔡宇智 上來台北 策訪報導